雷莊怡這幾天被網民插到體無怨孤 但你又你罵,她又她Happy 人家還開LIFE霸氣回應 令一班網民對她靈好感 今日King姐就找回09年落選港姐林潔瑜 當時回應高登仔的劣評傳聞 用來比較一下雷莊怡開LIFE的回應 林潔瑜參選時一直都被網民圍攻 說她是最醜的港姐 還說是女版許願 在網上惡搞的圖多數不完 但林潔瑜竟然多謝一眾巴斯打 即時令到林潔瑜人氣爆燈 還有粉絲去到大台為她打氣 是近幾年港姐比賽從未見過的現象 作為過來人 林潔瑜為師妹雷莊而開康護航 她真名上King姐Facebook留言說 一個女孩子每天面對四面八方的辱罵嘲笑 歷時達三個月之久 對整個自我掛直觀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衝擊 不是一句食得咸魚抵得渴便能自圓其說 她還用鱼魚司拉自稱 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包容雷莊兒 猜不到的是鱼魚司拉的出現又再一次引起騷動 人人都大叫鱼魚BB 看來林潔瑜現象又再一次出現 一個回應見真章 雷莊兒或者要向鱼魚司拉學習一下 我們到達了